2018年7月,妮妮景博然分别发声明宣告两人分手 虽然有网友指出这是一段合约恋爱 但仍有许多人调答了惋惜之情 目前有媒体直击景博然在拍摄某广告 当晚她结束工作后大约7点回到小区 小景先是回了自己的家 随后从地裤穿过去了妮妮住的那栋楼 没看错,两人虽然分手大半年了 但仍然住在同一个小区 而小景的助理送老板上楼之后也很快就离开了 不过妮妮并不在家 因为当天五点多她就出门工作了 小景这时候去想必还手握妮妮家里的钥匙咯 等妮妮工作结束回到家 我们小景已经在楼上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后来直到深夜也未再见到景博然离开 看到这儿,大家有没有发现 自己已经被小景和妮妮默默地塞了一口甜瓜 至于这口甜瓜能不能放心吃下去 就看小景妮妮选择什么时候公布好消息了 未来的新闻到 未来的新闻到